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家庭内有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是令人很兴奋、很着弱的事情 可以说是上天给这个家庭的一个祝福 不过有时一个新生命 又会制成夫妇之间矛盾的开始 阿美和Peter在朋友的鼓励之下来找我聊天 他们一来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是很不对劳 他们一坐进房间 每人选一张最远的沙发就坐在那里 两个人不看对方 没有眼睛,直到不说话 当我开始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一轮嘴地互扫大家 在照顾小朋友上的不时 太太就说老公经常被自己的 有老爷奶奶插手 搞到自己很辛苦、很大压力 老公又不会帮自己 很多事都搞到很massy 自己很累 而老公另外一方面又觉得 太太你实在太多要求 太完美主意 搞到自己很大压力 你问回阿美和Peter 两个人在结婚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很恩爱、他们很好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很容易地解决 但当小布布出世了 大家就发现大家 彼此对育儿的看法 原来很不一样 有很多事情都不够 有很多事情的 expectation 大家都不一样 于是就变成了整天都吵架 整天都有意见不合的情况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见到 这些夫妇就是这样 当小生命出世的时候 难免地把所有的注意力 就集中在他们的小朋友身上 如果大家能够冷静下来看 这些矛盾不是很大件事 相反有时候是一些很芝麻绿豆的事 不过就是因为大家当时太紧张 大家没有办法可以谈得起 其实如果你看回过几个月之后 他们今天很紧张那件事 可能已经不再重要了 不过很多时候我发觉 当夫妇太过紧张自己小朋友的时候 往往会忘记的是建立自己的婚姻 我们常常说 一对父母给自己小朋友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 是一个好的婚姻 我们一个健康的美满的婚姻 可以给小朋友一个安全感在里 你问小朋友 小朋友都会这样回答你 我听过一个六岁的小朋友告诉我 他怎样会最开心呢? 就是爸爸妈妈大家都很疼对方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们安全感的根基 当然了 有人就会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照顾小朋友有多忙? 特别老人家又不是跟你同住 又或者你又没有工人姐姐的时候 其实只需要一个小朋友 而可以令你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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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还有哪有时间去建立婚姻呢? 我给大家的小提示就是 其实每一次你不需要长 你试试每天抽15-20分钟出来讨论 讨论大家享受的一些话题 不要整天都只会讨论小朋友 你就会发觉原来当中 你们可以这样去维系一段婚姻 有时候少少的creativity都会帮到你 好像你问我 其实我家里也有个很小的弟弟 其实我都知道多忙 我都知道你一天可以忙到怎么样 但我跟我老公有一次跟朋友聊天 我们就跟他们偷的事 就是我们决定有一些年假 我们会在一些小朋友 有daycare的日子 我们会请了他 为什么这样请呢? 因为那些时间就是我们可以 最轻松地两个出去拍拖 建立一下我们的婚姻关系 我们就会发觉 每次当我们放入一个 one day break 一个一日的假期之后 我们回来再去照顾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单纸好些 有很多问题都会易谈 都会容易解决了 给你的提示就是 原来有了小朋友 不等于没有婚姻生活 就正正是因为你有小朋友 你要更加努力去建立你的婚姻关系 给一份最好的礼物你的小朋友